大家好,今天我要夸一夸这个ChartGPT 这个ChartGPT在我做美国的土地生意的过程中 给我了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可以说如果没有ChartGPT 没有这个能工智能 我这个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包括最近遇到的Anderson County 而且像素领的这块土地的产权纠纷的事情 也是由ChartGPT给我了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这个英语也是一般般 尤其是英语写作 写作我写不了那么非常复杂和冠冕堂皇的东西 但是ChartGPT给我帮了很大的忙 那么包括像这个产权纠纷的事情 我把所有的资料都扔给ChartGPT 那他呢就可以帮我总结 分析整个事情的脉络 比如说我把这个资料扔给他之后 他可以帮我概括出 你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他可以帮我概括 我们今天呢正好就利用这个ChartGPT 正好也介绍一下 夸一夸他 看看他是怎么帮我提供这个概括的 比如说这个事情 这个产权纠纷到底怎么回事 他很简单 他可以帮我用时间线 帮我概览出来了ChartGPT 他说2021年10月30号 秉急汪 就是我通过这个欠税拍卖 我得到了这个129TUBO的这块地 就是Anderson County项树林的这块地 然后呢2022年11月份 然后呢根据当地的这个法院的书记官和主法官 给我发放了这个税务器具 税务器具呢就是产权地契 产权地契就是TaxD的产权地契 就是给我拿到产权地契了 然后呢这个事情呢 就到2023年2月24日 前业主 这个叫哈维哈里斯这个人呢 他把这个东西呢 卖给了MP建筑公司 卖给了一个叫MP的建筑公司 然后紧接着2023年的7月份 MP这个建筑公司呢 又把这个产权卖给了Garry Maggie 然后呢Garry Maggie呢 他支付了2023年的房地产税 然后呢2024年的3月7号 秉急汪就是我 我才把我的这个产权地契呢 登记到政府的公共记录里面去 因此呢 也就是说我这个东西登记晚了 才使得这个前业主和后面的这个 2023年呢 他们才有机可乘 如果我登记的及时呢 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其实我就是登记晚了嘛 我没我当时没想到这个事情这么重要 好 那么这些事情 这个时间线呢 是XGPT 人工智能给我总结出来的 然后呢 还有我这个跟律师的这个交流 我跟律师交流 我就寻求到这个法律援助 20年3月20号 找到这个律师进行讨论这个费用 其实这个我跟律师的很多讨论 跟律师的这些讨论 都不是我自己写的 都是XGPT帮我写的 都是人工智能帮我写的 跟律师的讨论 都是人工智能帮我写的 因为我英文的这个写作没那么好 那然后呢 他们我跟这个律师呢 3月20号讨论了一下 这个律师咨询的费用 然后我提供提供了一些文件 把我这些资料文件告诉这个律师 2020年4月4日呢 这个律师呢 给我发了个备忘录 把这个分析了这个产权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 2024年4月5号12号呢 我呢 又跟他讲了这个 我去起诉这个哈维哈里斯的这个法律责任 然后包括今天 今天呢 我又去跟这个律师讲了 是否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 这整个我跟律师的过程都是用人工智能来帮我进行沟通的 好 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详细的东西啊 啊 等一下啊 这个人工智能我给他看一些东西 好 这里呢是一个我跟律师交流的详细概要 啊 2024年3月20日 我是初次联系了这个律师事务所啊 啊 我在联系律师事务所啊 我跟律师讲这关于这个第一块的产权争议 然后呢他律师呢说要咨询 然后每小时200块 每小时200块 后来呢我都跟他讲我这个英语口语不太好 我们就通过电子邮件来咨询 他说律师也同意的 啊 这就通过电子邮件 通过电子邮件嘛我就好办了 我就可以让这个人工智能帮我把这个预先要讲的事情呢 让人工智能给我写一个写一个咨询的文案 那么我就发给这个律师 然后呢我把这个法律文档提供给律师 好 我们看一下律师提供的这个建议啊 就是讲呢他这个律师被忘了主要是讲 丙吉呢就是我呢我这个产权地契呢没有及时登记 导致了后续买家 他具有一个优先的主张权 因为我这个产权没有登记 因此对公共来讲 对其他的公众人物 对对其他的人来讲 我这个产权是不存在的 是看不见的 因为我因为我没有登记 所以别人是看不见的 因为别人看不见 所以后面的买家 他是没有过错的 因为他没有看到你产权 你没有登记啊 对吧 因此后来律师建议呢 说有一个方案呢 就是要在Anderson Content 要进行一个Quite Title Action 安静产权行动 也就是要打官司 打的这个官司名字叫做安静产权行动 就是说让这个产权上的争议安静下来 确定这个产权到底是谁的 就是通过打官司来确定啊 确定财产的所有权 以及消除任何竞争性的主张 当然那些律师呢还跟我讲了 此类法律行动面临的挑战 以及包括于由产权保险支持的产权主张 进行辩护的复杂性和成本 也就是说对方如果是买了产权保险的话 对方如果买了产权保险的话 那么这个产权保险公司会进去参加这个诉讼 然后他会去帮着他帮着帮着那个买家去讲话 因为产权保险他是不希望官司输 官司输的话产权保险他就要赔保险费嘛 对吧赔保险费 那么因此我如果对方有产权保险 我还要还要对这个产权保险公司一起进行 这个辩论和这个复杂的这个产权这个主张 因为产权保险他们专门做这个事情了 他们经验丰富的不得了 你跟他们搞很难就是意思 然后呢 2020年4月5号和12号呢 丙吉汪呢又在跟邮件里面跟进 我就是讲呢 我不要去跟这个 我不要去打这个安静产权的行动 不去打这个官司 那么我去打另外一个官司 就是说我去跟这个哈维 哈里斯 我去告这个前业主 我去告前 去诉讼 跟前业主去诉讼 告前业主因为说是 哈里斯未能在赎回期间赎回其产权 而出售产权的行为 就是说他明明这个哈里斯 他因为欠税 他丢失了他的这个房子的产权被拍卖了 然后他也没有赎回 然后他知道自己的产权没有赎回 然后丢失了产权之后 这个哈里斯这个家伙特别坏啊 他还他知道自己产权丢了 然后他也可能也了解到 我没有及时登记 他就去把这个产权又出售了一遍 又出售了一遍 因此我就说 我去我去告这个哈里斯这个人 那个杰西呢 就是这个律师说 律师说呢 虽然这个哈里斯的行为呢 构成了法律和道德上的违规 但是呢 追究哈里斯的责任 将涉及到复杂的法律主张 并可能需要 在房地产交易和标准产权问题之外 进行争议 然后呢 他还跟我讲了 就是评估了诉讼的潜在成本和收益 就是说这个法律诉讼的费用非常高 甚至还要交一些什么保证金啊 什么的 法律在美国这个打官司 这非常费钱的 很贵 因此呢 在决定是否采取法律行动之前 要专咨询专门的诉讼类律师 跟我咨询的这个杰西这个律师呢 他不是诉讼类律师 律师可能有的律师是 给别人出主意 做咨询顾问 有的律师呢 专门是打官司 搞诉讼的 就是这样 他说他不是专门打官司 又是还要去找专门诉讼的 因此呢 后来呢 今天呢 我又去了解到这个情况呢 我就改变一个策略吧 然后我就跟这个律师讲 我希望他呢 帮我去接触这个 Gary Maggie这个人 就是现在的 这个 现在的这个买家 就是现在这个最后一个买家 这个Gary啊 这个Gary跟我两个人 同时都对这块土地 有这个产权主张 因为他认为他有这个产权 我认为我有这个产权 那么我去 我跟律师讲 我们去主动跟这个Gary 这个人去接触 然后呢 跟他去谈 通过谈判或者调解 或者调解的这个服务 就是说 在当地 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调 这个房地产方面的 调解的这种服务 来进行调解 或者谈判 通过友好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争端 也就是说 产权你要 那你就给你 但是你得赔一点钱给我 对吧 那么因为 因为我这个产权在上面呢 对这个Gary来讲呢 他也是不利的 他这个 我的产权在上面 对Gary来讲 他这个 想想去卖掉他 他也会很麻烦 因为 这个产权不清楚啊 这个产权有争议的 有争议的产权 你去卖掉 是很难卖的 别人也不会买啊 你这个产权有争议啊 有我的名字在上面 那么这个Gary 他想卖 也会很难卖 其实对他也是不利的 因此我就希望 跟这个Gary去接触一下 然后看一下 怎么能够 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当然这个Gary 他也可能会去找 他的 那个 卖家 就是说 你这个卖给我的这个房子 怎么是有产权争议的呀 或者这个Gary 可能去找他的产权公司 产权保险 对吧 你这个东西 我这个产权不干净了 你这个我买了保险了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买这个产权保险 我不知道 我们只是猜测 那么通过 那么这个 这个交流呢 就是说 我跟这个律师 我跟律师的每一次交流 以及律师的回复呢 我都扔给了这个人工智能 掐的GPT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 给我去写邮件 跟这个律师交流 因为跟律师交流的这些邮件呢 也是 你要写的是冠冕堂皇 写的是要很专业的邮件啊 像我这个 我们看一下 我跟这个律师写的这个邮件 像这个 这个律师 那 这个就这个 这份邮件 就是我今天发给这个律师的啊 跟他讲 这个一个就是说 协商调解 跟这个Gary去商量 第二个呢 那就是寻求在当地的一个 有没有什么法律调解啊 房地产纠纷的这种调解服务啊 然后呢 再跟他讲这个 我这个产权的存在 对这个Gary来讲呢 也是 也不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他将来要卖也很麻烦 那像这整个邮件呢 这么多的这些话呢 不是我写的 是人工智能帮我写的啊 人工智能 所以说人工智能帮大忙 人工智能帮了我大忙了啊 没有这个恰的GPT 没有人工智能 我写不了这么 这么长的邮件 这些个语法正确 表述清晰 而且又是跟律师 跟律师的邮件 你都必须 不是随便的 都是要 这个卓字卓句都要很清晰的嘛 然后就感谢掐的GPT啊 感谢掐的GPT 感谢人工智能 才让我整个这个事情 才能有进展 包括我之前的一些邮件 这些邮件 我跟律师沟通的 都是人工智能帮我写的 都是人工智能帮我写的 因此 叫人工智能 掐的GPT 帮了我大忙啊 今天我就分享 我这个使用人工智能 来解决 处理这个 房地产纠纷的一些心得 谢谢 拜拜